ok 今天给大家带的是海盗窗SF750的开箱 我们先把这个外包装给撕了 这款SF750版金版的电源是我信心恋恋很久了 它的接口非常的多 比我上一款电源SF600版金版还多很多 而我的J590主板它的CPU供电是双8PINCPU供电 SF600版金版没有那么多的接口 而SF750它有两个刚好够我的J590用 这款电源采用入锡电容还有低负载停转技术 给你们看一下侧面 变面的一些参数 300万以内的风扇停转真的是非常的安静 而且白金版的电源转换效率真的是非常的高 好的 我们来开箱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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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和一碗一样 还有扎带 扎带 还有贴纸 电源线 模组线 编织线材和一碗一样 同时还有这个挡板 这个是SFX转ATX的挡板 接下来这个就是电源了 非常的迷你 小巧 是不是 非常耐小巧 这款电源是全模组化的 所以说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插你想要的线材 这两个接口是接主板的24Pin 这三个是接SATA设备的 就比如说固体硬盘 机型硬盘 这四个是接CPU供电 还有显卡供电的 6加2Pin PCIe 4加4Pin CPU 这包模组线我就不猜了 因为我身边有好几包的这一种 而且我也有镀影的模组线 晚些时候我会把这个电源放到我的电脑上 到时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不过至少我可以先把那个电源装下来 OK 之前的模组线都在这里了 首先这是显卡的 接下来是主板的主供电 哇有点紧啊这个 上一框这一窗的电源是这么紧 接着这就是CPU的供电了 OK这就好了 看到没 这就好了 这一框的话我们要试一下设备 还是查一下 这里还有个控制器呢可以用得到 大概这样就好了 待会就这么锁上去 这个线材到时候装机的时候再整理 现在先不搞 主要是RGB的线材有点多 所以说装起来感觉有点乱啊 不过呢装好之后就好多了 那么的本期开箱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